各位好,今天讲这个Auditorium 这个App,它有什么好处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记录一些会议里面的声音档案 那它的好处是 它那个档案很小 所以很容易email 而且它跟这个Dropbox是compatible 那这是我的平板电脑 那我就把这个Auditorium打开 打开以后 我就在上面 找到这个右上角 找到这个一个加号 表示我要加入一个东西了 加号按下去以后 它就是出现这个 就是很像一个笔记本 那我就在笔记本上 我就开始写Note 比方说我今天是一个Lecture Lecture 那我今天这个Note 这是一个Lecture 那这是我的标题 那我今天开始要录音 录音的话我点下去 就是Start Recall 那颜色就开始变 那现在已经录了4秒5秒了 那这边还有一个 有这个彩色的这个地方 就表示说正在录音 那现在已经录了14秒15秒了 那如果我要把它停掉的话 我又按这里 OK 所以一共录了20秒 现在停了 那所以这样就已经complete了 我就demo一下 然后这边 有一个叫back 我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以后 它就显示出来 这个synchronize到Dropbox去 所以这样子 这个声音就已经传到Dropbox上面去了 OK 好 那接下来 如果说还有另外一个功用 它传上去以后 它就会帮你登记起来 这就是今天的Lecture 已经登记起来了 就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然后你如果 比较想要另外一个function 另外一个功能 你就点下去 它就可以email 比方说我叫回来刚才那个画面 刚刚那个画面就是说是一个Lecture 然后录了20秒 录了20秒以后 现在上 这边有一个像email 这个符号 就把它点下去 它就可以准备email 那email就显示出来说 这里是你的 要send的地方 然后这里 就是把你的email address打进去之后 你会有拿到两个档案 一个是文字档案 一个是声音档案 那这样子就可以一起email出去 OK 好 那我现在再回去demo一下 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个dropbox 那个里面就有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 比方说dropbox 我把dropbox里面有个auditorium note 这就是这两个地方 compatible的地方 那我就点进去 它通常都跑到my note 然后把它打开 像这些都是很多lecture的记录 那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记录都是文字档案 接着声音档案 那声音档案不好辨识 因为都是一些符号 那我就通常会打开文字档案之后 我看我上面写的东西 我就记得我当时的声音档案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标题 OK 那接下来 我就跟大家讲 请大家注意 这些档案都是非常的小 而且可以email 这样的话很容易有一些分享 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这些lecture所记录下的声音档案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希望你喜欢 那也谢谢收听 谢谢大家